2003年7月4日警方签署逮捕令 胡人求新科比 布莱恩特因为强奸罪名被逮捕 在法院上科比承认料和酒店前台服务生凯特林 菲贝尔发生关系 但是拒绝承认这是一起强奸案 最终得到保释的科比不得不在法院和赛场之间来回奔跑 2003年4月赛季的胡人也因为科比 强奸事件变得风雨飘摇 虽然科比以500万美金天价赔偿做料亭外和解 但是这一个事件对科比造成料极大影响 可以讲这个事件是科比永远的痛 因为时隔多年以后人们才恍然大悟 科比布莱恩特也许是被敲诈料 这一个所谓的英俊事件一点颇多 而女方在得到天价赔偿后又迅速做出和解 实在让人不得不有一些其他想法 只是作为一个名人 科比那时候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比起被诬陷强奸 科比最痛的莫过于得不到信任 当强奸信息传递到胡人时候 禅师杰克逊对此大为愤怒 于是禅师在队里将科比进行料区别对待 两人的关系也因此闹将越演越烈几近破裂 禅师如此过于情绪化对待科比 皆是因为在科比这件事之前 禅师的女儿遭到过性侵 所以科比也是撞在料禅师的火药桶里 最终科比没有得到禅师一丝丝温暖 特别这还是科比的膝盖刚做完手术 这样的情况对于科比来讲很糟糕 也很困难 科比也因为禅师的冷眼相待 也和队友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关系 所以那一句杀克也干了 也点燃料科比和奥尼尔之间的矛盾 这一切都是因为科比在区别对待中将年轻气盛演义到料极致 禅师在第一次卸任胡人主教练时候出料一本书 最后的赛季禅 禅师在书中不少对科比进行批评 更是写出科比是不可调教的球员 对于科比的英俊事件更是用出料愤怒 一词在书中对于科比的贬义比包义更多 2013年5月29日 时代发布料一则禅师杰克逊的采访 其中有一段是禅师提到当年科比的英俊事件 禅师的态度平静料许多 没有料当年的情绪 禅师也透露料自己当年没有续约合同 只是因为自己向胡人管理曾逼宫 如果不送走科比那么他就不再担任胡人主教练 那时候因为奥尼尔被送走料 所以大家没有太关注到禅师有过逼宫 禅师最后提及 在科比最需要关心和陪伴的时候 我很后悔没有选择和他在一起 这对于他来说很困难 禅师明确表达料自己当年以这种处理方式 对待科比是不正确的